我的年代也差不多是這樣 我收到你們兩張超級相片 讓大家展示出來看看 兩張黑白相片 這張相片 我以為是在電影資料館找出來 是的 在床底 歷史百物館 餅乾罐找出來 藍罐 黑力架 類似的 誰是你 這裏 後面那一排 是 是否叫左翼 如果大家有看視像 可以看這張非常珍貴的圖片 我收到之後 我都研究了 誰是旅遊中 沒有怎樣變 因為都要慢慢放大 放大來看才能認得 應該是否後排 右邊第二 第三 第一那個 第一那個 嘩 所以這張相片 相當珍貴的 這裏是哪裏 這裏 我都問那些同學 是 那時應該是讀中一中二 這裏是哪裏 這裏是哪裏 這張相片還保持得好 這張相片很厲害 是 是 在質如蔥 當年我們在質如蔥 是 即現在康山那裏 是 現在是棄殺樓 是 北架山道 是 在那裏做起點 是 那裏是 走去大潭水塘 哦 大潭水塘 是 去香港仔 這裏 途中是山間那裏 很多山間路 是 很多山間路 是 其實當年 我們是怎樣 即是 北岩道是怎樣 是 我們就是叫做 所謂的燒野食 其實我們很簡單 甚麼都沒有 買幾塊番薯 然後摘蔥果 在那裏 是 乞丐雞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那我們一群馬丫 就北岩 是 就玩火燒山 哇 你真是 不行 現在要被人搭 抵塔 是 抵塔 就是 初時 就是 潑下潑下 誰知道 火勢就越來越大 是 火勢 就趨向哪裏 如果大家還記得 現在還在那裏 那裏 那裏附近有一間熊屋 就是熊磚屋 熊磚屋 熊屋 現在我們做了 青年的 青年女社 不是青年的 青年的 生物科教育中心 類似那些 就被人進去的 不費參觀 政府就把這樓 收下了 有點妙思人 教育中心 當時是甚麼 這間樓 是被太古堂廠的 員工宿舍來的 這個真的挺有趣 哇 你知道嗎 看著火勢越來越大 是 我們害怕了 當然了 然後 走 爬上山 遠遠聽到 火捉車的聲音 終於 那天 一群猴子 就不敢回家 直接不敢下山 害怕被人抓 在房間裡 躲著馬 那天 太患氣了 第二天才經過大潭水塘 然後屈過去 在香港仔 那裏才回 回到去 嘩 驚到 當然了 大家聽到 不敢說 為何不回家 千萬不要像旅行中 當年 不要 第一 因為 現在很珍貴 香港的山 很珍貴 千萬不要玩火 這條路線 現在還可以 現在這條路很好走 對 現在應該屬於 港島徑的一部分 可以由大潭 督水塘 一直走到 柏架山道 入口 反過來都可以 全程現在 8.5公里 如果我腳程比較好 快手快腳 其實兩個半小時左右 就已經可以走整條路線 現在這條路線很適合 那時候都是山路 它不用爬 但是這些山間路 不是剛才那隻靖庭姐姐那些嗎 差不多 那些 你見到有些泥路 但是 又不是鋪出來的梯級 或者一些 好像 有些 加落徑 比較完善的 不過這條路線挺好玩 因為 你可以由 港島的南邊 一直走回去 即如沖 就是這樣 其實 這樣跨區玩 我覺得挺好 不用沿路接返 那樣 一看到這張照片 就想起 火燒屋 會不會想著 再去走這條路線 這些線 就比較寡 當然 都是 都會是比較 叫做 純粹就是走 不過他們說 我看網 這條路線我還沒走 其實大潭那邊的風景都挺漂亮的 漂亮的 尤其是上水塘的時候 因為水塘都是香港 一個很大的特色 當年 英國統治的時候 其實就因為 要收集很多水源 所以就在香港不同的地區 其實就興建了很多的水塘 因為這水塘有一個比較嚴格的管制 譬如你不可以釣魚 裡面不可以生火 不可以露營 不可以吃 所以 其實周邊的自然環境 都相對來說 保存得挺好的 所以如果現在 因為疫情多了人去行山 你經過看到這些風景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有些 原本的那種味道在那裡 這個就是鵝眼皮 另外還有一張 另外還有一張 那張也是經典的 這張也是厲害的 大家認不認得到這裡是哪裡 這裡如果沒有看錯 應該就是我們香港的一個地標 就是獅子山 光復什麼 就是那些 光環黑的地方 光環黑的地方 這張相片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五十年了 這張厲害 現在才來跟我說走獅子山 那沒辦法 我還沒出生 我也想想想 原來我也很厲害 很早已經走獅子山 當年已經走獅子山 你想想現在的年輕人去走獅子山 當年還沒出生 現在才只有十多二歲 這張相片就是 最記得的是 這個就是那天行程的下集 上集即是上午去哪 上午就是踩單車 由大埔踩到陸頂 租單車 由大埔租單車 駕到陸頂 陸頂就駕回頭 你這個年代 在大埔應該還是柴油火車年代 是啊 還是那種 大埔的入口 現在那個 吐露港 完全是海邊 完全是沿著海邊 一邊踩進去 大埔郊 大埔郊 因為現在那個大埔區火車站 舊那個 你以前說柴油火車那個 就變成了鐵路博物館 就是 現在一條新的路軌 就在隔離 隔離那邊 就開通 一直通往這個粉嶺上水 以前真的 還是那隻 我們現在進去才看到柴油火車 那這裏就是 我們在哪裏起點呢 就是去到這個 去到紅梅谷 是 那你進去玩到幾大工程 你首先要搭柴油火車進去 又或者你搭椅子很長的巴士進去 不是 搭火車 有幾大搭火車 去到沙田 就搭那些 現在都 那些村 村巴 用那些貨車改裝那些 不是正宗那些 用那些 雞技那些 類似 去到紅梅谷 就是山腳頂 即是獅子山隧道的入口 即是那一塊 現在是收費廣場那裏 好像是 即是那一塊 在那裏走上去 那些什麼路都沒有 又是那些 又爬又爬的走上去 那些什麼 什麼手套 什麼 要穿什麼衣服 而且 你看真點 那時候那班 你不是穿著校服嗎 不是 為什麼我穿白衣衣 我們很乖 我們不是壞仔 只是白艷 有女兒都不敢聊 即是很純 不過越大越懷 我看你們的裝束 好像穿上衣服 雲青 雲青的感覺 你們是 即不是現在的KOL打卡 現在這一集 每個都事業有成 最穿的那件都坐在那裏 那已經不得了了 真的 有沒有打算 約一班上去獅子山 沒有了 沒有了 那時候 沒有了 這件事 青春無敵 即是 上午已經踩完單車 踩了單車 周居勞頓 才到熊梅谷 然後爬上去 但也免不改容 喘氣當然會 正常 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覺得辛苦 因為當時應該 紅梅谷 現在應該好像是家樂徑 有些梯級感想 現在有 以前那個年代應該沒有 什麼都沒有 一條泥路 石路 很多石路 稍為你看到有條路 就跟著上去 跟著前人走 那些 但當時行山行不行嗎 你那個年代 行不行 行不行 也不是太行 只不過是 那些 巴掩的人 才行山 因為 我想你們那個年代 沒有交遊 慶祭 沒錯 一般的家庭 就是 賺食 就是賺食 我們也賺食 我們有些 早上都是派報紙 派牛奶 禮拜六日 禮拜六 即是禮拜日 禮拜六 禮拜六都要上學 禮拜日去 推測宿包 也是的 就算你想想想 以前那個年代 說的是 這個 石劍美邨 以前 剛剛公屋 剛剛開始有的那些年代 可能一家有七八口 小孩子可能有五六個 各有各 父母沒有空 你又養家 其他小孩子 就自己搞定自己 然後 渣渣低低 有時又會暑去玩 那些才去爬山 那時候也叫爬山 不是真的 好像我們現在 就說 喂 要去爬山了 要去郊遊了 還帶野餐 好像很流行 沒有 沒有野餐 幾億個都沒有野餐 爬完上去就回來 玩了一天 新水新汗 又回到大汗搭西汗 一天 那也是 所以這個也挺值得懷緬的 懷緬的 我找到這張照片 我把這張照片 扔到我們自己的群組 每個人都在猛應自己 你在家裡找出來的 這張照片 我以前是斷捨離 真的在餅罐裡拿出來 也不是餅罐 是舊的照片 真的很珍貴 你看看下面 這張照片 山下的風景 雖然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應該是 是不是廣博道那邊 沙田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靠 放大來看 也不可以看到 但依稀也看到 有一條大 可能是 可能是窩打路那邊 因為有一條大的直路 但旁邊的屋 都不算很高 都是稀疏 雖然一點點 還看到以前的香港 都是比較 不是密度那麼高 好像現在 物質質 如果現在 大家看到很多照片 大家上了 獅子山拍下來 那些 萬家燈火 很多高樓大廈 其實都 一直在轉變 滄海桑田 這張才叫獅子山的精神 一直延續到今天 由當年 什麼都沒有 當年獅子山 就是我們這些 將它慢慢發展 那就是 關不關我的事 絕對關 還是我爸爸媽媽的事 我覺得從那時候開始 由你以前 可能是你爸爸媽媽 甚至爺爺媽媽 那一代的香港人 開始去建設 你想想 如果現在 你看一些 香港的舊照 三四五十年代 那些 中環還是很有那種 好像我們去到一些 歐洲的城市 那種美 它有一些 很洋式的建築 尤其是中區 但是你看回 譬如我住大埔的 我記得有一次 是有些朋友 因為我們那些同學 都是那區大的 有一次他們群組 就發了一些 我們當年 不是我們 是我們未出生的年代 可能是六七十年代 大埔的那些照片 你突然覺得 好像回了鄉下 那些以前 都不是現在的鄉下 是以前那些 你回到什麼 新匯 紹興 海峰 陸峰 那些水稻田 那些農夫 帶著那些 尖帽 插秧 有兩隻牛 即是這樣的 或者以前的套路港 是有些愚民 就要殺亡 所以 你說建設香港 當年就是真的 很由以前那一代 開始 就慢慢去 建立下來的 都不能去 抹殺每一個 曾經為香港出過的力量 你說的什麼 什麼稻田 有些牛 那個印象 我不是在全廊看的 是 烏溪沙 以前沒有東西的 烏溪沙 在將軍澳 一直走去西貢 全部都是田 什麼都沒有 只有田 有些稻田 金金黃黃 有沒有牛 我真的記不見 金金黃黃的稻田 是不是 很漂亮 我這些景象 我沒有在記憶裡見過 以前小時候的書 都看過 但是 柴油火車 我真的坐過一次半次 很小的時候 我記得 因為我很小 寶寶的時候 也不可能 寶寶出了一輩子後 就已經搬去新界區 當年我爸媽那些 都是 所謂紳士陣的 可以荒牛 那時候 那時候 真的 你要 一經過獅子山隧道 就要關窗 王國那裡 王國 入隧道 出沙田 是的 我印象不多 因為 真的 好像依稀有這樣的記憶 那裡要叫車長叫人 關窗 我反而記得這個情景 就是 一準備入隧道的時候 全人類就要關窗 因為如果不然你的臉 就會全黑 我記得有這個畫面的存在過 但是你說 很多其餘的記憶 我又不是很記得 不過有機會看那些照片的時候 你才會發覺 哇 原來以前就是這樣 還說 其實不是很多 不是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都是說 五六十年前 五六十年前 原來都是另一個警方 所以這五十年 這五六十年 變得很快 即是那個變化 急速變化很大 是的 其實全球都是 尤其是這十多年 互聯網爆發的時候 就是整個世界那個 那個步伐 或者他們那個變化 是真的 真的很不同 我想你更加會覺得 就是 你有很年輕的時候 已經去世界各地旅行 到你現在 那團火還在那裡的時候 你都有去那些地方 其實除了你說 建築物沒有變 之外很多東西 都是變得很快的 雖然你說 羅馬一百年 它的時貌都是這樣 但是有一些東西 就是彭彭聲 就已經不同了 尤其是可能中南美洲 又或者東南亞 又或者非洲一些國家 其實都彭彭聲的變 非洲有什麼地方沒有變 我想都很難一些 他們都變得很快 即你去的時候 本來可能還有荒蕪的部落 又或者他們那個 那些的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通訊 不是那麼快 變化最快 即最大的 那些的確是 的確是這個 哀創華比亞 嗯 你是看著它變 看著它變 真的看著它變 即是看著它 由首都都是很凌落的街道 或者很簡樊的房屋 這樣 含含聲 十年八載之後 全部三星 酒店 四星 酒店 五星 這樣就建在大街上 這樣 都是真的看著它變 變得很大 這個南非 南非就看著它變 變得很壞 有些國家都看著它 真的看著它變得很壞 是 由很純樸 很簡單的地方 開始變壞了 我們說回這個 你現在這兩條路 你又不走 但你早前又走了 那前幾天 其實之前那些朋友 是生氣的 生氣我 我一直都 首先 我說明的 如果是平一 你千萬不要遇我 為什麼平一不遇你 不是 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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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千萬不要遇我 正常 你無謂找我 找我也不去 一定不去 另外就是 如果是夏天 你也不用找我 不要教我 太熱了 太熱了 如果你說剛好 假日 又剛好 陰陰地 陰陰地 不熱就陰陰地 也有些興趣 儘管找我 找到你出生了 那天 於是 終於 找我 這裏 這裏是 雞公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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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在哪裏 雞公嶺 就是在元朗那一帶 元朗那一帶 這裏如果是 就只有這裏 現在整個香港都是 周末 哇 拜山 清明 即是走日 都已經有些恐怖了 即是周六周日 就更加 不能想像 還有就是 走這個雞公嶺 應該有二三條 的線入口 其中有一條 我這裏就叫做 在哪裏走 走這個 叫做 蛇鼠嶺 即是那一段 這一段 就是 最快可以走上山 一半山 不是走上山 一半山的山嶺 那裏 即是short cut 但是 也是最難走的 因為 最吐血的 即是 我現在有時走上山 所以都會看網上的資訊 這條路線 都算是 當然不是 去到超級那些 但是 在一般的比例上 都屬於 比較需要體力去走的路線 你一來就 整條經驗 應該這樣說 如果是五年前 不要說五年前 六年前 沒有問題 走這些路沒有問題 但是 現在 就經過 在家裡 一會就靠 一會就靠 就是這樣的 情形 一會就靠 一會就靠 一會來 走一段這樣的路 就很有問題 撐不住 為什麽我又會 之前 都說了 一些朋友 就是這條線 他本身都沒有走過 是 打算去探路 找一條short cut 他也說了挺斜下的 我說沒問題了 就照去 那天是時陰時情 涼涼涼涼不凍 一點也不凍 挺舒服的 整段路 沒有人 只有我們 挺舒服 反而這個位置OK 但是走上去的時候 感到很感 我到現在腿還在痛 剛才你一開門進來 大腿 你多久兩三天前走 今天前一 大前一 三天前 還在酸遠 還在酸遠 如果是下樓梯 都要扯著 證明已經很感 因為平時沒有粗 一來就發力 但是我始終有些 底子 有些經驗 即使看著 看著馬來看著前面 看著什麼 上去也OK 下去也有臭態 有機會 還在酸遠 才上去 那失蹤 親身 全部 都要放 就到 下